曾信男子騎著腳踏車 還帶著下酒菜 要來找朋友喝酒談心過年 但車剛挺好 朋友走來不是道聲恭喜發財 最是小刀揮過來 眼看對方沒要停手 他只能奮力反抗 但卻被喝到爛醉的朋友 壓制在地 這是他的左手 已經被劃傷 地上還有血跡 揮刀嫌犯就是他 曾信男子 坐在一旁還在忙 為何揮刀砍麻吉 原來是朋友 有戒還沒還 過年期間 曾信男子和朋友相約 來到梁亭這邊喝酒聊天 喝著喝著卻想到 一名鄒信男子 跟他借著行動店員說要還 卻大半年沒有還 他一氣之下拿刀砍人 原來是當天晚上 陳信男子和朋友約在梁亭喝酒 幾杯荒唐下肚 想到朋友借行動店員 拖了半年還沒還 還拖過年 他氣憤的拿出小刀揮砍 一個兩個 兩三個吧 我看了都兩三個 大概沒事就喝酒 沒事就喝酒 案發地在鷹歌亭車場公園 梁亭內三不時就有人喝酒 就後講話大聲了 脾氣控制不住 大過年的為了追討行動店員 好友撕破臉揮刀砍人 新春見血哀告 記者阿公仰麥壽想 新聞是報道